你是否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而减少饮食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 随着意大利面、面包和肉类等基本食品的价格飙升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正在与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作斗争 20%的加拿大人报告在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至少挨过一次饿 加拿大食品银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全国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正在加剧 低收入的民众受通货膨胀的打击最大 这项由Mainstreet Research进行的调查发现 近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报告说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 所以吃的比他们应该吃的要少 对于那些年收入低于5万加元的人来说 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 加拿大食品银行首席执行官Kirsten Beardsley表示 大多数食品银行已经达到了极限 预计今年夏天将是该组织41年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 加拿大大多数地区的食品银行正在经历民众首次加入食品银行的现象 相比之前增加了25% 由于住房、汽油、能源和食品成本的上涨 加拿大人正在食品支出上耗尽他们的积蓄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与一年前相比 4月份消费者在商店购买食品的费用增加了9.7% 这是自1981年9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联邦机构表示 意大利面价格同比增长19.6% 古物产品上涨13.9% 面包上涨12.2% 新鲜水果价格上涨10% 但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 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却非常有限 谢谢各位的观看 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 如果对您有帮助 欢迎点赞 关注并订阅 下期不见不散哦